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围炉团圆年菜 而这几年外带的年菜市场竞争也很激烈 五星饭店老字号的餐厅人气不减 提领人潮从早上八点就开始涌现了 人类集中厨房作业 五星级餐厅年菜全面备载 提货动线早有规划 全部登陆叫号进场 然后这个是龙虾 那下面的话是鱼白苍鱼 年菜外带 饭店餐厅从师傅到外场 总动员 老字号台菜餐厅 提领年货同样人挤人 九点不到就有客人上门 外带年菜市场竞争激烈 价格不变 但业绩稍有衰退 准备食材的部分 大概是从凌晨的十二点就开始了 选择进度的话那当然会影响到这个数量 订购的数量 饭店方面呢它能占你的优势呢 就是提供所谓的常温年菜 提货准备年夜饭 好多美食佳肴 厨祭团圆回炉 都要一一端上桌 和家人共享 记者陈权白李婉婷 台北报道